据台媒报道,大小S起诉媒体人葛思琪于昨日开庭审理,对此葛思琪表示释出逼有因,要求传唤黄子脚为自己作证。 此外,他表示自己没有说过大小S触碰违禁药品,对此等待法院的判决。 开庭当日,大小S都没有出庭,只是委任律师打官司,表示控告范围现于葛思琪在节目上声称到酒店。 听姓名不祥要头告知,曾透过某黄兴一人将毒品转交大小S这段内容。 大小S的律师强调,葛思琪所说的张蓝王小飞与黄子脚的相关言论,和大小S有利害关系,可信度极低,传唤是没有必要的,只是葛思琪单纯地引用。 而葛思琪引用未经查证的新闻报道来伤害大小S,要求他赔偿精神损失费400万新台币,并公开在个人社交软件刊登判决权。